1942年 第一个核反应堆在美国成功运行 标志着人类首次掌握了核能 美国也是最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美国在广岛长崎偷下原子弹 加快了二战结束的进程 在那个年代 核武器的主要使用形式 是通过大型轰炸机飞到目标上空 进行核轰炸 所以在研究威力更大的核弹的同时 研制性能更为先进的轰炸机 也是一个重要项目 二战结束后 美苏为了争夺世界霸权 双方在军事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美苏争霸长达几十年 在此期间 为了用军事武器压制对方 两国都曾花费了巨额资金 研制新型武器 1946年 美国开始了一项看起来疯狂的研究 把核动力运用到飞机上 以研制出核动力轰炸机 在那个洲际导弹还没有诞生的年代 这是当时人们能够想到 进行全球核打击唯一的办法 美国核轰炸机是在B36的基础上改装的 B36轰炸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轰炸机 绰号和平缔造者 B36轰炸机机长49米 翼展70米 装有6台螺旋桨发动机 4台喷气式发动机 最大起飞重量180吨 载弹量达到40吨 改装后的B36被称为NB36H NB36H的主要任务是测试核反应堆 能不能在空中正常工作 以及辐射屏蔽装置的屏蔽效果 1955年到1957年期间 NB36H进行了40多次试飞 多次开启了核反应堆 NB36H使用的发动机 为通用动力的HDRE3发动机 它是使用直接加热模式 空气直接流过核反应堆 在核反应堆中加热以后向后喷出 这款发动机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当空气流过核反应堆被加热时 带上了巨量的核辐射 也就是说 HTRE3发动机往后喷出的每一立方气体 都带有强烈的核辐射 在1955年 NB36H刚进行试飞没多久 苏联人就通过情报人员了解到 美国人正在研究核动力轰炸机 苏联为了不落后于对手 在得知美国再搞核动力轰炸机的研究以后 苏联人也开始自己的核动力轰炸机项目 项目启动后 一共有两家设计局参加了竞标 一家是米亚西舍夫设计局 另一家是图伯列夫设计局 由于米亚西舍夫设计局提出的方案是 超声速核动力轰炸方案 方案太过于超前 以当时的科技条件很难在短期之内实现 最终由图伯列夫设计局负责研发生产 我们熟知的图95图160都是这家公司的代表作 当时核反应堆技术已经比较成熟 图伯列夫用核反应堆的动力去驱动涡轮旋转 这种方案在原理上和核潜艇的反应堆是一样的 所以在技术难度上主要是如何缩小反应堆的体积和重量 以及核辐射的屏蔽 相比喷气式发动机 图伯列夫的方案里核反应堆是全封闭的 大大减少了核污染泄漏的情况 图伯列夫在改装平台上选择了自家的图95轰炸机 图95是世界上最快的螺旋桨飞机 它机长46米 翼展50米 起飞重量180吨 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950公里 图伯列夫使用核反应堆 以轴输出的方式输出能量 通过复杂的传动系统 把输出轴的能量传送到图95内侧 两台经过改装的螺旋桨发动机上 经过改装后的图95被称为图119 苏联对这下图119进行了多达60次试飞 和美国一样 开启了核反应堆 苏联在图119试飞过程中 做法和美国类似 主要都是验证核反应堆能否在高空正常工作 以及验证核辐射屏蔽装置的效果 图119的动力由四台NK14A型核动力涡桨发动机提供 最大飞行速度为800千米每小时 考虑到核反应堆的核辐射问题 设计师给驾驶舱设计了厚厚的牵板 对于这架轰炸机的设计外界评价不一 如果单从轰炸机的理论值来看 它不加油能围绕地球飞行巴士圈 因此图119被称为永不疲倦的燕子 那么为什么是飞行巴士圈呢 因为牵板载后依然挡不住核辐射的威胁 而80圈是飞行员的身体在核辐射威胁下所能承受的最长时间 这架轰炸机并没有按照计划问世 这个项目只存在了几年 最终被苏联主动放弃了 核动力终究还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核反应堆在工作几个小时后 会出现严重的高温现象 苏联采用水冷和风冷相结合的方式对其降温 在核反应堆正常工作时 水蒸汽会通过水冷设施回路 进入到装有冷却器的水箱中 完成降温 降温后的水会再次流回核反应堆中 最终实现循环降温的效果 除了解决核反应堆高温问题 在研制动力装置时 还得考虑到它散发出的核辐射问题 这会给飞行员带来致命的伤害 图伯列夫设计局在图119的反应堆周围 安装了多层金属防护罩 还在驾驶舱和反应堆之间 加装了两道由铅和橡胶制成的隔热门 以此来隔绝辐射 防止对飞行员造成伤害 而且机身上下也布满了探测核辐射的探测器 可以让飞行员第一时间知道 核反应堆是否发生了泄漏 由于防护措施和降温设备的增加 飞机的重量也增加了20多吨 严重降低了它的载弹量和飞行速度 在之后的测试中测试人员发现 核反应堆在工作数小时后 依然会出现高温现象 而且核辐射会对驾驶舱里的电子设备进行严重干扰 厚重的防辐射隔绝材料产生的效果微乎其微 对机组人员的伤害依然没有一点减少 这是一架特别非飞行员的高危轰炸机 研发团队的工程师直接表示 这不是一架适合人类使用的飞机 在图伯列夫设计局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 被迫中止了核轰炸机的研究 苏联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最终落下了帷幕 即使核动力飞机被研制成功 也很难被应用在战场上 因为它本身就是安全隐患 由于飞机是核动力的 本身就相当于是一枚会飞行的核弹 而设计的初衷是用来执行轰炸任务的 自然不可能会让它在自家空中领域随意飞行 如果飞机被击落 一旦落在自己国家的领土 将会造成大面积的核污染 如果落入敌方国家造成严重的核污染 必将引起对方的反击 极有可能引发毁灭性的核战争 图119本身的先天性不足所带来的致命缺陷 注定了这是一个不能完成的项目 美国和苏联在同一时期放弃了对核飞机的研制 随着军事科技的不断发展 远程火箭技术和潜射弹道导弹技术的不断成熟 美苏两国都将重点 从远程轰炸机上转移到了远程导弹上 不断研制出射程更远 威力更大的核导弹 就算图119真的被研制成功 但它的造价昂贵 飞行速度和灵活性也不如导弹 在现代化战争中 可能刚起飞就已经被雷达检查到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有补充或建议 欢迎各位老铁评论区留言讨论